女孩终于如愿嫁入财伐家 可结婚的前一天晚上 他还给财伐公子戴了一顶绿帽子 女孩为了祭奠曾经逝去的爱情 竟然主动和穷小子来了场分手炮 不料他暗地里偷偷和穷小子积吻的画面 被狗仔给拍到了 而狗仔是财伐三公子的大哥派来的 看着还没过门的弟妹私生活竟然如此豪放 为了给弟弟出口恶气 趁着结婚当天 大太子在电梯口等到了准备换礼服的弟妹 拿着准备好的照片 威胁弟妹跟他好好地单独聊聊 没有办法的会员只能硬着头皮跟大太子进了电梯 然而一夜过后 大太子就横死在酒店房间内 不仅如此 旁边还多了一具穿着性感睡衣的女私者 韩太悟为了从穷小子变成有钱人 他把自己的女人主动让给财伐私生子 甚至帮助财伐私生子成功上位 得到了会长的认同 而他自己也从穷小子慢慢一步步爬上了高层 然而在危险重重的财伐圈中混 他的聪明才智也遭到许多人的嫉妒 甚至引来了杀身之祸 太悟被人从背后袭击 一棍子敲在后脑上 当场倒在血泊中 昏死过去 幸好被路人及时发现 送去医院抢救才保住了一条命 然而太悟一步步扶持起来的私生子人下 却在此时开始展露獠牙 已经是财伐三公子的他 打着为会长和集团名义的说法 阻止了警察的一切介入 不允许任何人调查太悟被袭击案件的真相 就连会长也同意人下的做法 但会长终究还是老狐狸 他觉得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 于是吩咐邱代表务必暗中 找出袭击太悟的真凶和幕后主使 大太子觉得有可能是二太子干的 毕竟韩太悟把二太子篡位的阴谋给粉碎了 而二太子回击大太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要说洞粗 大太子就喜欢拿棒子打人 说不定这件事就是大太子干的 医院这边 韩太悟从死亡边缘被抢救了回来 迷迷呼呼间竟然后回把会员让给了人家 拉着会员的手 嘴里一遍遍喊着他鸡马 就在此时三公主冲了进来 三公主极其讨厌会员 她认为会员就是绿茶 一边想嫁入豪门 一边又吊着她心爱的穷小子 三公主想赶走会员 人家却在此时出现维护起了会员 三公主提醒人家 她爱的女人就是个绿茶 要是在执迷不误迟早会被她给骗裁 其实人家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就在刚刚他也看到泰伍拉着会员的手 但人家却仍然要和会员结婚 也许他根本就不爱会员 就是故意想抢走兄弟的女人而已 等到泰伍醒了过来 他想知道警察抓到了抢劫犯没有 人家却表示集团阻止了警察介入调查 希望泰伍能忘掉昨晚的事情 泰伍突然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 明明就是他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会上升集团层面 人家所说的担心影响集团和会长生育都是借口 肯定是有人不想他查出幕后真相 人家的态度让泰伍更加起了疑心 临走时人家还杀人诛心地表示 会长已经答应人家和会员的婚事 人家走后 泰伍从床上蹦了下来 他就算死也要找到是谁敲他脑壳的 拖着病号服一瘸一拐地来到会诊办公室 会长也是一脸懵逼 泰伍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 会长眼见拦不住泰伍 便开出了条件 只要泰伍遵守这两点 会长就会允许他调查 泰伍答应了下来 随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会长随即急忙通知邱代表务必加快速度 必须尽快查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 尤其要比泰伍先一步查出 绝不能让泰伍先查到 老狐狸已经预感到这件事和他三个儿子 其中一个脱不了干系 泰伍迷糊糊走在大街上 最终还是找到了黑客这里 进门就一头栽倒在店里 给黑客都吓了一条 等泰伍再次醒来 他让黑客务必帮他查出那天晚上 他所在地方的全部监控 找到袭击他的人到底是谁 另一边会员得知了 人下阻止了警察的调查 于是便质问人下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是有什么要隐瞒的吗 看着会员如此关心泰伍 人下的内心更加怒火中烧 他表示自己是为了集团和会长的声誉 才不想让事件扩大 会员知道这些都是借口 泰伍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泰伍差点就被杀 人下认为泰伍连家里的狗都算不上 只能算外面养的野狗 家狗必须要有血缘关系 就像他和其他两个儿子一样 会员此时才发现在人下眼里 他也只能算是一条野狗 会员的内心渐渐有了 不想嫁入财阀家的决心 可以转头 十年未见的讨债鬼母亲 竟然在这个时候再次找到了会员 开口闭口都是要钱 看着女儿发达的样子 作为吸血鬼母亲 肯定是要好好吸吸血了 从小受尽了母亲的虐待 本以为长大了就可以摆脱母亲 没想到母亲就像冤魂一样 缠着他不放 崩溃的会员砸掉酒瓶 对准自己的动脉就准备割下去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他不想再被吸血鬼缠着 眼看着要出事 店员就把他们轰了出来 会员崩溃了 他没办法还是把钱给了母亲 一个人在车上崩溃大哭 而拿到钱的母亲 竟然偷偷给神秘人打去了电话 表示按照他的要求 已经成功让女儿崩溃了 原来母亲是受人指使 故意来找会员的麻烦 随后讨债归母亲 便收到了神秘人 转来的一千万封口 崩溃的会员回到了家 没想到人下 已经在家门等的会员了 一把抱住委屈受伤的会员 不停地安慰会员 而此时脆弱的会员 再次心软了 自己这样的家庭背景 嫁入豪门 可能是他唯一的翻身机会 黑客这边 黑进了交通局的监控系统 开始一遍遍搜查 那晚凶手出现过的场景 跟着凶手行动的轨迹 一路追踪到了地铁站 而凶手和行人 不小心相撞的一瞬间 彻底暴露了凶手的面容 泰晤看到凶手真容时 突然就想起来 他曾经见过这个人 而凶手就是 大太子强人猪手下的菊花哥 是大太子的贴身手下 泰晤气的一把扔掉了平板 原来是大太子在背后弄他 泰晤猜测肯定是 上次没答应大太子的拉拢得罪了他 既然知道了是谁在背后弄他 那泰晤自然也是有仇就报了 他决定要彻底弄垮大太子 他要黑客把强人猪 所有的资料全部找出来 一次性直接干倒他 替自己讨回公道 泰晤找到菊花哥 他知道菊花哥是故意饶了他一命 那一棍子是作为警告 接下来估计就是想要他的命 泰晤让菊花哥带话给大太子 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会让大太子知道得罪他的下场 菊花哥刚开始还装傻 拒不承认 但眼看着泰晤一口咬着大太子不放 菊花哥也不装了 泰晤走后 菊花哥便打了一个神秘电话 此时酒吧老板大太子强人猪 带着妹子来玩 可见菊花哥的电话 并不是打给大太子的 也就是说大太子并不是幕后主使 泰晤此时已经掉进了陷阱中了 泰晤来到和会员喝酒的小天台 会员心情不好时 也会来这里散心 二人一时没忍住 想起曾经逝去的爱情 竟然积吻在一起 然而第二天就是会员的婚礼了 就在两人忘情的积吻时 不远处的菊花哥 偷偷将这场面给拍了下来 随后便将照片交给大太子强人猪 大太子心想这个未过门的弟妹 还真是厉害 婚礼当天 会员穿着昂贵的高定婚纱 带着价值上亿的钻石首饰 如愿地嫁入了豪门 结婚进行曲想起 会员缓缓走进大厅 看着美丽的新娘嫁给了好兄弟 泰晤的内心酸涩无比 竟然忍不住想起了一首歌 你要结婚了 竟然不是我 实在不忍心看着心爱的女人 走进好兄弟的怀抱 泰晤看不下去直接闪人 大太子看着头顶上一片 青青草原的三地 开心的笑了 敬酒礼完成之后 会员独自一人准备去换套礼服 大太子早已经在电梯口等候多时了 大太子按住电梯 让会员最好进来谈一谈 随后掏出一打照片 会员捡起掉在地上的照片一看 竟然是他和泰晤当晚分手炮的画面 没有办法 会员只能硬着头皮 跟大太子进了电梯 一夜过后 泰晤满身是血的躺在酒店的房间里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头疼欲裂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低头一看 竟然发现自己右手全是血 手上还拿着一把带血的冰枣 他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 低头一看 自己全身都是被喷溅的血子 蒙逼的泰晤一脸蒙逼 随后回头一看下的差点 就把尿不湿都给尿湿了 只见房间内 赫然躺着两具已经彻底凉透的尸体 男的被捅成马蜂窝靠在墙上 女的则穿着性感睡衣 死在吧台的血泊之中 泰晤彻底傻眼了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手上怎么会拿着带血的凶器 死掉的男人他认识 是财阀大太子强人珠 而死掉的女人 泰晤却根本不认识 一觉睡醒手里 莫名其妙多了两条人命 泰晤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 精心为他设计的陷阱中 人们在痍状态上